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它的房子吧 感觉也很大的样子 哇 怎么墙上全是钥匙啊 这是一个储物间 哎 哎 别跟着我 我们现在先看有几个人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九 九个人 还行啊 但是玩的人 这个地 二楼是不是有 二楼上不去 那我们现在看看那边的房间 这个厅里像宿舍一样 它这个床 这边的房间有什么东西吗 这是个 卫生间 哦 哎 太快了吧 No 这个游戏英文名就叫做 就叫做这个I dare you 就是这个I-D-A-R-E-Y-O-U 各位小伙伴可以搜一下 嗯 这个游戏我必定能玩到最后 我们先来试验一下 上次玩的话 小飞翔玩到一半就死了 后面很恐怖 你知道吗 会有那个幽灵鬼屋 我们等会玩到后面就知道了 如果各位小伙伴喜欢小飞翔视频 记得在我的视频下方评论 告诉我们 然后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飞翔 这边他说follow me 然后要带我们去哪里 刚刚这个仿佛这个房间闹鬼了一样 嗯 现在他应该带我们出去离开这里 跑到另外一个房间 但是在跑过去的过程中 我们会遇到一些危险 就是这样 我们需要跑到另外一个房间 跟他走 往这边走 对对对 你看但这路上有很多 很多像枪势一样的人 看到没有这些人 会过来袭击我们 我们需要再跑到那个房间里 这边有倒计时180秒 他不会过来打我吧 哎 绕过他绕过他绕过他 别别别别 好 这边没有人 哎 后面 哎 有人给了我两锤 天啊 跑了这么快吗 这边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我们只要跑到这个当中就可以了 来来来来来 这个绿色的光柱当中 哦 我已经被打了两下了 看到没有 伤血了伤了五分之一的血 啊 我们安全到达目的地 只要跑到这里可以了 大家你看 有的人伤了一半的血 小飞翔第一次玩 也是伤了一半的血 从这里开始 才是进入正题 这个鬼屋当中 有很多幽灵 我根本不知道后面怎么玩 我们仿佛要躲开一些幽灵的样子 嗯 现在要等所有的小伙伴 全部过来 现在四个 好像还没有人死 不知道他们 哇 这有人拉了一堆人 天啊 你是拉仇恨的吗 好 全部过来了吗 还有一点点 差不多了 好 那么现在我们九个人 全部到齐 然后这个人说话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现在让我们 应该是要进入这个屋子了 这屋子里面会有一些幽灵 很恐怖 不知道 啊 他在这里 来了 来了 这门要打开了 这里面像地狱一样 知道吗 我们就上次就死在这里 但是我们不知道 今天会玩到什么样子 来吧 好戏 开始了 看到没有 到处都是这个红色的橙 灰 这边是一个厕所 然后我们先找一下 等会躲在哪里 这是个卧室 呃 然后 这里柜子上可以躲 我记得 是的 哎 这里有钥匙 很多把钥匙 嘿 跳上去 啊 跳到这里 可以躲一躲的 那么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们上次是躲到了这个楼梯的 这个二楼这儿 好像很安全 但是也不太确定啊 我们现在先躲一躲 好 他们全都站在这里 导游呢 那个导游 啊 不是导游 也不知道是不是导游了 反正 我们已经习惯了 嗯 希望能过关啊 不知道玩到后面 会怎么样 看到没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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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是幽灵 看到没有 还好 好像幽灵不会上桌 好像不会上桌 但是 有人跑了出去 碰到幽灵会伤血 呃 我不知道有几个人还能活着 我不知道有几个人能活着 天啊 嗯 这里可能会死一半的人 我们避免被挤下去 现在的话 我们应该是要 只要等待 只要等待一下就可以了 全是幽灵 诶 还有一个幽灵摔倒了 哦 可以走了吧 好 跟着这个导游走 来 躲开这些幽灵就可以了 好 上二楼 好的 后面的话 我就不知道 剧情是怎么样的了 我们就和各位小伯 一起玩玩 我也是第一次玩 不知道能不能痛吧 而且这次活下来还挺多的 123456789 9个人都活着 嗯 来吧 我们来到了这鬼屋的二楼 二楼好像是一个仓库的样子 我们去看一下吧 其实刚刚刚那个幽灵来的话 我们第一次玩的时候 我以为要找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跳出去了 其实只要 躲在一个高的地方 等待时间结束就可以了 好来到了这个二楼 这个二楼果然像仓库一样 有 怎么回事啊 天啊 跳跳 跳跳跳跳不上去 跳不上去啊 不能跳上去 你没想 他没想跳到高的地方躲一躲是不是 诶诶诶诶 这里不会有出来什么幽灵吧 你看到处都是这个雾 然后这个小伙伴 再碰一下感觉要死了 这什么 迷宫吗 诶诶 要找到四把钥匙 四把钥匙 钥匙会在哪里啊 钥匙应该有点线索 或是发光的呀 诶 找到了一把 我听到声音 这里能下去吗 哦 要不要下去啊 后面还没有人 应该是要下去的样子 后面应该已经没有人了 是的 我们要下去 Let's go 棒棒棒 两把钥匙了 我们下去看看吧 哦 哇 是什么地方 还可以爬上来 我是不是要等待剧情结束啊 他们怎么跑 跑得这么快 这边不会有什么鬼吧 我在这里徘徊一下 这里只有我一个人了 他们应该都下去了 好三把钥匙 我让他们找就行了 哦有人上来了 哦那说明那边是可以 果然是要去那边 还有一把钥匙 我们在这里等一下吧 嗯 找钥匙的小伙伴 好像牺牲了一个 我们混到了现在 嘿嘿嘿嘿 啊还是跟进各个小伙伴吧 这次感觉他们都很厉害的样子 找到了钥匙之后呢 就能打开这个 打开这个门吗 有一个门一个 哦 哦 去哪里了 诶 还在这里 但是有一个门打开了 啊 能逃出这里了吗难道 这么简单吗 只要躲避一波幽灵 然后找到钥匙 就就就就就能离开这里了吗 这个门锁着了现在 还是锁着 这个是门吗 这是我们进来的地方吗 不是吧 想办法离开这里 要找一条别的路 所以说可能 哎 要运用到跑酷了 哦 我发现了这里居然有一个门 有没有发现 在地上有一个门 然后我们要从这里离开 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啊 这个门肯定有用 哎呀怎么还有人把我挤开了 现在只要等待这个门打开就可以了 OK 我们掉了下来 这次现在还有 六 七个人 又死了 又死了两三个人 哦 果然来了 说跑酷就跑酷 这个故事末期必须得有来段跑酷是吧 好 这里掉下去会不会死啊 哦 肯定会哦 肯定会哦 天啊 天啊 哦 哦 他掉下去了 哇 哇哇哇 哇 哇哦 哎哎哎我踩这个人头上 别别别 哦 哇 哎呦 啊 啊 好难 好难 嘿 嘿 上来了吗 哎 嘿 嘿 嘿 还上不去 天 这地方上不去啊嘛 哎 哎 别急我别急我 你说他掉下去了 他掉下去了 哎呦我上来了 哦 这里开门了 现在只有三个小伙伴 他开门了是什么鬼啊 这里有这么多骷髅 哇 有人死在这里不止一个 这墙上还有些钥匙 但是 跟着他走吧 现在 过来只有三个小伙伴 你说这个跑酷很难 地下世界感觉 是在这个屋子的鬼屋的底底下 哎 这次他把我们带了出去 成功了吗 这个跑快走 结束了 应该算我们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跑去没有 但是结束了这个 i dare you的故事木人机啊 但是后面应该还会有后续 来到这个鬼屋 好吧 那么我们今天的游戏时光呢 就玩到这里了 各位小伙伴 不要忘了关注评论点赞 让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